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陳醫師的介紹 今天很榮幸來到台大醫學院 先跟各位交流一下 今天我主要上課的內容 其實是我在馬街醫學院 這一個學期的課 這一個學期的課裡面的內容 有相當的多 它的主題就是稱作為性跟生產的演化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婦產科醫師 所以我必須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那麼 我很少上到一個學校的課有這麼大的 我們的學生只有二十幾個人 沒有這麼大的 但是我希望學生的關係裡面 也是可以用互動的方式來跟各位 那麼各位裡面不見得會當一個好的醫生 不是吧 但是也不見得會變成一個好的人 也說不定 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可能都會做的 有一種事情就是 就是有些人會吃吃喝喝的 每個人都需要的對不對 那假如吃沒有那麼多的副作用的話 它的相對的就是 我現在今天要講的就是講性 很少人沒有對性有興趣的吧 有沒有人說自己對性沒有興趣的 有沒有 有點不好意思講對不對 很多人說一個年輕人 像你們這樣的年紀的腦袋 是充滿了Testosterone surge的 被 有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呢 請問搞固童同學有沒有什麼特色 搞固童會使男人怎麼樣 他會不會讓人比較積極 會不會 會不會讓你產生慾望 會不會 你有沒有慾望 當然有 你如果沒有就很奇怪了不是嗎 所以我今天告訴各位的課 其實是讓你們知道說 這個在人生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有時候假如性跟吃東西一樣 但是性有沒有很多的禁忌 請問 來再說一次 我是很喜歡你 你再說一下 這個性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沒有一些的禁忌 假如性跟飯一樣 跟吃東西一樣普遍的話 你覺得性 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麻煩 或是什麼樣的好處 或是他的目的是什麼 有沒有其他的同學知道的 我要我要我要 同意的請舉手 那 那裡面 那裡面各位還坐在教堂裡面幹嘛 教室裡面幹什麼 趕快出去 嚴售去了 不是嗎 Right 但是我再告訴各位 搞固酮也會產生一些麻煩 我們現在來舉幾個例子好了 各位 我現在 Sorry OK 好 那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各位去聯想一下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 在講醫學人文的課程 這是醫學人文的課程 我今天舉幾個例子 各位今天知道 台大醫學院的家父病房 小兒科家父病房 有一個被小孩子被父親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的 知道請舉手 請稍微講一下 有一個小孩子叫小老虎是不是 是 是 然後被爸爸 是不是 被他的爸爸 對不對 然後呢怎麼樣 就把他往冰箱 往冰箱丟 所以造成什麼後果 他常說 他常說 是 是的 是的 因為他變成腦出血 所以台大裡面 這個偉大的台大醫院的醫師 幫他開了腦袋 把血掉清掉 但是他說50%會變成植物人 各位有沒有聽過邱小妹 請問他父親 為什麼會把自己的小孩子 往冰箱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陳水扁 現在不是被關進進監獄的 對不對 那麼監獄裡面說 要安排一個他的室友 而且要安排一個什麼 就是說 好像是票據換類似的 也就是說沒有暴力傾向的 請問這條新聞 你們兩個怎麼做聯想 要沒有 要沒有 各位如果再看看蘋果日報 我在上個月 你只要把每個月的蘋果日報的 headline news 把它打開一下 就是他的頭條新聞 你猜大概有百分多少 百分比大概有多少 是跟暴力有關係 你們覺得有多少 十分之一 相當高 不管怎麼樣就是相當高 對不對 你覺得這些暴力 大部分是男人所做的 還是女人所做的 你覺得男人做的請舉手 你覺得女人做的請舉手 你們兩位舉手 你覺得女人 你回憶手機的 女人所做的暴力有哪些 有沒有案件 哪一個 隔壁再說清楚 兩方什麼 是的 是的 但是我剛剛問的問題是什麼 剛剛講說男生比較多的 那位笑得可愛的女生 你要不要提一下 一個紅圈圈的 就是你 你覺得 剛剛我的問題是說 這些所謂的 atrosity war crime 戰爭的時候的 包括強暴啦 包括暴力等等 請問這是男人換的多的 還是女人換的多 大家剛剛我問的是這樣問題嗎 他說那這樣把男女拿起來 比較一下子 大概是這樣 他講的當然也是有一點道理 性跟aggression之間 其實很相像 作為一個在分辨 所謂男性暴力跟女性暴力 然後跟醫學上的 有什麼樣的一些的蕴 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剛剛舉的幾個例子 假如我稍微念一下一個數據給各位看 為什麼剛剛我提了兩個例子 說陳水扁在 各位有沒有聽過監獄暴力這件事情 監獄暴力的事情 其實我稍微念一下一個數字 看看到底監獄的暴力有多嚴重 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消除監獄強姦法案 正是一項長期被忽略的可怕的問題 根據新法規定 所成立的委員會 將成立美國各地監獄預防性侵害的標準 暴力強姦一直是監獄生活的一部分 根據該委員會的最新報導 監獄的強姦的現象普遍 患者包括犯人跟管理員 那麼該委員會謊談六萬三千名犯人 發現百分之四點五在過去一年中 曾經被性虐待 而過去一年全美國至少有六萬件的監獄的強姦 所以十年前的數據就顯示 每個紐約州的監獄有百分之二十八的犯人 至少遭過一次的性侵犯 那麼有百分之二十經常遭到強暴 而全美國的監獄中有百分之九的犯人被性攻擊 那麼這些事件都是為了要證明男子氣概 並且跟權力的角色有相關 是一種征服跟閹割的角色 目的是在剝奪受害者的男性的地位 同時使受害者變成被征服者的禁卵 成為奴隸的角色 那麼台灣的新竹地方法院 最近審判專門收容感染教育的城鎮中學 所發生的少男的口交 剛交等同性虐待的案件 兩名少年分別被判處九年跟六年的徒刑 我稍微念一下這個 你就可以知道我各位要傳遞給各位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在男性的暴力裡面 是非常的普遍 各位你知道在我們的急診裡面 醫生被打了有多少人嗎 比例有多高嗎 根據西方醫院的統計 所以不要笑 各位在座可能大部分是醫學系的 但是其他科的也可以有 如果你在急診值班的話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非常著迷一件事情 我在馬街醫院實習的 各位知道馬街常常在林申北路 我們半夜常常都有人被送進來 不是被刀子插進去的 就是被槍打到的 不然就是被酒瓶敲擊的 所以他們都會送到醫院裡面來 然後一個進來以後 另外就有另外一個仇家要進來 各位以後實習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這些問題 所以暴力呢 其實是讓我們一面鏡子 讓我們看見這些是什麼問題 假如各位你們聯想力很好的 可以再聯想到我剛剛說的 剛剛有一位同學說的搞固童 對不對 這就是我要告訴各位要去聯想的 這個搞固童讓我們男人 想要表現一些的特質來吸引女人 也讓我們積極的想要爭取到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達到我們的目標 但是呢 在某些時候 在某些的環境底下 同樣的這些搞固童 會讓我們有暴力的傾向 而這不只是存在這些人當中 有時候你也會注意到我們同事裡面 或是常常會存在這個 所以這個通常都是Test the Storm的副作用 這些作用裡面 我們不太容易從自己看出來 但是你只要會看歷史 就會看出很多類似的情況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台灣十大死因 有沒有人知道意外傷害是佔第幾位 第六位 各位如果在小兒科的意外傷害裡面 你看到的話 小孩子意外傷害死亡的 請問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你覺得男生多的請舉手 你覺得女生多的請舉手 為什麼 感覺男生多的是舉手的 比較多 是男生多 各位你知道 在野外觀察星星的話 星星如果從樹上掉下來 請問那個掉下來的星星 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你覺得男生多的請舉手 你覺得女生多的請舉手 YES 但是我告訴各位 各位知道這張圖是代表什麼 你們有沒有認的這位女生叫什麼 知道了 請舉手 OK 真古德 他在野外的觀察就告訴我們 猩猩如果從樹上掉下來的 是男生的機會 是五倍於女生 各位你如果去看我們小孩子 如果看新聞 或是看我們的統計報告 那些小孩子突然從 像台北市 就是從自己去爬窗戶 然後就掉下來地上的 也是五倍於多了 五六倍是男生多了 自己跑去外面突然出意外的 或是到去玩水然後溺死的 也是男生五六倍多了 你說這有沒有coincidence 有沒有關聯性 是有的 我們看事情有時候是回來看看 這些同樣都是這樣的一個荷爾蒙 在我們很近的 這個我們號稱我們的星星 是跟我們有98% 在基因上面是相同的 所以很多的時候為什麼要有這個 請問一下 曾古德為什麼要研究這個 有沒有人知道 你知不知道曾古德這個事情 OK你要不要稍微share一下 你覺得曾古德為什麼要去看星星 這是機會哦 OK有沒有人其他要補充的 來你有沒有補充一下 沒有人坐過這個 請問他幾歲的 你看這張他很年輕啦 其實曾古德是 曾古德是誰派他去看星星的 去鋼貝看星星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李奇 他看到了 剛剛有人聽到是李奇的家族 李奇是在研究所謂人類起源的問題 那麼他說他對這個也有興趣 但是你知道人類的起源在當年 包括現在也一樣 都是在一個像沙漠一樣的 至少是乾燥的地方的河谷 去挖石頭 挖這個人類的骨頭 這是很累的事情 所以李奇就告訴曾古德 當時他19歲 大寫也沒有念書 但是他有興趣 他想要去知道 去跟隨這個研究 然後他就告訴他說 不要研究這個太辛苦了 你乾脆去看星星 因為看星星 就可以從他的 因為骨頭都是死的 但是星星的很多的行為 可以從星星 透過星星的行為 來看看我們人類自己的狀況 所以星星這張的圖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這樣的一個意象 這張的圖呢 是告訴我們 各位看到 左邊右邊是今年的時代雜誌 所說的生產的問題 一個獅子山共河國的 Ciondeon的 這個在非洲西非的一個 以前英國的屬地的 那麼一個女生 你可以看到 在上圖 他當然是一系列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什麼樣一個狀況 那是在一個醫院裡面的 已經被 在一個生產的單位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 請那一位同學 你看一下 你覺得你看到什麼 你觀測到 有幾個人嘛 先看看有幾個人 有沒有觀測到什麼 舉手 有沒有看到什麼 你想講的 Exactly 有沒有看到 地上有一灘雪 然後還有一個便盆 對不對 那個當然叫便盆 然後裡面也有一灘雪了 外面還有一些夾子 這個當然是一個生產的 有看到了 這個故事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生了一個雙胞胎以後 然後隔了兩天又生第二個雙胞胎 在生第二個雙胞胎時候 發生了雪崩的事件 然後被他的家人送到 離家幾公里以外的 另外一家醫院去急救 但是急救以後 顯然是來不及了 所以你看 下面那一張 各位看到了什麼 看到一個裹著白布的一個屍體 然後那個屍體的面容 被鋪上了一些的白灰 那是他們的文化習俗 你們還沒有觀察到 下面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觀察他是家徒必利 就是一個貧窮的 各位知道我們生產 現在可能各位認為 生產不是有很大的危險 在我們台灣 每年還是有二十幾個人 女人因為生產而死 各位 假如各位想想看 生產會有什麼風險 一個女人如果生產的話 在我們台灣是一萬分之一 會遭到死亡的風險 在這個國家裡面 是一萬分之一百多個 比我們高很多了 只十萬分之一千四百多個 所以有這麼高的比例的相差 所以在他們死亡是非常常見的一個問題 同樣的我們台灣在七八十年也是一樣的 或者五六十年前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過去的死亡常常都是像這樣子是出血的 因為沒有血庫沒有什麼 那我們現在的死亡當然是不太一樣的 是另外一種狀況 常常是因為羊水酸塞或是其他的狀況 而不是這樣的一個出血的狀況 請問人類的生產裡面會有什麼特別 各位右邊是看到什麼 是各種不同的靈長類的骨盆 那個白色的就是骨盆 黑色的就是胎頭 他們的相對的關係 所以就演化來說 因為人類開始站立的 用兩腳行動了 所謂的bipelalism以後呢 胎頭跟骨盆之間的相對的關係 就造成我們的人類的生產是非常困難的原因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個問題 各位你看到了什麼 腸子 從一個女應該是 一個人的腿 中間出來 對不對 有一條管子 那可能是一個輸尿管 因為送到醫院了 所以急救 所以照了一張照片 那個是很像一個氣球被鼓起來的 在我的行醫生涯裡面 我至少看過兩個這樣子 在台灣的歷史 在全世界 一年有五十幾萬的人 因為這樣而死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有沒有人 有沒有 墮胎 是 是一個不安全的墮胎所導致的 所以墮胎其實是一個 用一個手術的東西放到子宮裡面 但是呢造成子宮的穿孔 然後在夾東西出來的時候 把腸子一起拉出來 那你一旦知道了 東西一拿出來 推得回去嗎 推不回去了 所以一斷出來就不見了 所以呢 人如果腸子一破呢 那個就是敗血症 接著就是死 所以墮胎如果在沒有合法化以前 很 你給它很 就是說用很嚴格的法律 禁止墮胎的時候 但是墮胎是如此的常見 簡單的講 即使是現在 三個懷孕裡面 有一個會終結於墮胎 所以它是一個如此常見的一個步驟 所以如果是你用很高壓的 或是用法律禁止的時候 在這樣的國家 或是說在我們 或是在西方國家 像美國這樣 在五六十年前的話 這樣的情況底下 很多的女生 就會去找所謂的 backstreet 一些的practitioner 也就是說 不合法的醫生 所以就常常這樣的比例就會很高 如今在自由世界裡面 這樣的情況比較少了 而且墮胎的技術 現在都是吃藥 或是用藥 很少 也不在常見 雖然不是完全沒有 要用手術的方式 就是用刮除的方式 但是呢 現在大部分都是用藥物 所以這種情況 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 比較貧窮的國家 像非洲或者南亞等地的情況 但是在過去 我們台灣 這個也不算太罕見 我記得我以前 對於一個來講 一個女人如果懷了孕 你覺得她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風險 用你的想像 有沒有人願意來提供一下意見 剛剛講過了 有沒有人 OK 出水揚美酸塞 OK很好 這是懷孕的過程裡面可能產生的 很好 它有一些概念 還有沒有其他的 一個女人如果懷孕了 他講到社會的工作機會就減少了 對啊 還有沒有 行動受到限制 如果你想想看在2萬年前 他可能不可能自己去找食物 很難啦 他可能需要男人拿一些食物回來的 還有沒有 我舉個例子 他會子宮外孕的機會 就兩百分之 兩百 大概五十分之一吧 子宮外孕會死人的 對不對 在醫學不發達的時代那會死人 還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葡萄胎 有沒有聽過 肉毛毛癌 懷孕有時候會造成這樣子 還有沒有 會流產啦 百分之十五會有流產 還有百分之三到五呢 會產下不正常的小孩 還有如果呢 這個懷孕是他不想要的 譬如說他被強姦的 或者是他被 或是不方便的懷孕 so to speak 他可能是外遇 或者是可能跟有夫之夫 或是等等 請問他遇到的風險有多少 現在想起來這樣很多對不對 還蠻多的啊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看女人的 月經好了 或者是說一個女人的 遇到這種情況 你該怎麼辦 我們假設在一萬年前 或是不 我們人類歷史 如果在十萬年前 假如有兩種的女生 一種知道自己排卵 一種不知道自己排卵 的情況 我們假設 如果 如果 他在一個女生 在他的成長過程裡面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死亡的案例 他一定很容易聽到 他的 女性的親戚 可以坐到前面來啊 兩位 他一定會看到 自己的親戚裡面 有死亡的案例 對不對 對 請問這兩位 你覺得 哪兩位 這兩位哪一種 比較容易產下後代的 不知道的 對嗎 因為 假如你知道自己排卵 你就會避免在這個排卵時間 跟男人在一起 而懷孕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懷孕的 就OK 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請問我們現在的女人 男人沒有機會 不過男人也可以投票 因為你說不定有女朋友 女人也可以投票 你覺得 現在的女人 或是男生就說 你很清楚知道你女朋友的 或者你誰的 Whatever 他的排卵的時間的 女生呢 也很清楚的告訴我說 你很清楚知道自己排卵時間的 請舉手 竟然沒有一個 這還是不好意思 這有另外一種可能 很清楚的說 我大概不知道我自己排卵的 請舉手 Yes 有人舉手 大部分是害羞的 不過我告訴各位 Hidden ovulation 就是隱藏性的排卵 是我們人類的常態 所以呢 你可以想想看 女人在排卵的時候 通常我們婦產科醫師 會告訴各位 有幾個症候 我現在要告訴你 這很重要喔 比你們念書畢業 說不定都還重要喔 當然我是誇大的 排卵呢 你可以在排卵時間 讓女人懷孕 假如你希望她懷孕的話 但是呢 你在這個時代 顯然你可能 不希望她懷孕的 會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 現在的女人 排卵有哪些症候 我先這麼說好了 排卵大概有幾個症候 通常女人會感覺 肚子髒髒的 有點不舒服 然後有時候會出一點血 有一些人不會 說不定大部分人不會 那有些人在排卵的時間 黏液會比較多 就像雞蛋一樣 蛋清一樣 會比較多 有時候那個蛋清的線 還可以拉得很長 這在不孕真科的時候 還用這樣子來做一個測驗 好了 所以你知道 排卵有沒有那麼清楚 現在的女人呢 現在的女人 可能不是朝七晚五的 她們的 你知道月經常常會 受到哪些的改變 各位影響月經 在這個時代的女人 是非常常見的 你知道哪些因素 可能會影響月經呢 我們妇場課 在看診所 看門診的時候 因為月經的不規則來看的 還占了很大的多數呢 說實在的 請問哪些可能會造成月經不規則 有沒有人要踢 有人說考試 還有沒有 蛤 熬夜 對啊 壓力大 還有沒有 Sorry 藥物 Exactly 有些人 像psychology的病人 像mental health有病人 schizophanic的病人 或是depression的病人 他有時候吃這些藥物 他 月經會不來 還有沒有 Sorry 情緒 emulsion Yes 情緒 還有沒有 好 有些人的職業會 像護士小姐也會 像醫生有時候要熬夜 值班也會 空中小姐要會月時區的也會 有些女生為了節食 當然很多超胖的人很多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突然想要減肥了 所以她就開始吃減肥藥也會 同然突然變得很胖 短時間因為壓力 吃了很多東西 變得很胖 也會影響月經 吃了藥物突然變得很瘦也會影響月經 節食 吃素也會影響月經 所以你看這個時代 到底是會影響月經的次數太多了是不是 我們再來看兩代的情況 再做各位 你回去問問看你們的祖母 我們做來個對談好了 好 你來跟我對談一下子 你的祖父母生幾個 我們大概差了三十幾歲了 不只喔我看 五十歲二十歲 差不多三十歲好了 你祖父母生幾個 你的爸爸的 爸爸 你的內祖 三個 然後呢 你的母系的呢 祖父母 七個 你可以看到一個七個 一個三個 十個平均五個對不對 那我用我的經驗來說 我的祖父母 我的祖父母生了十一個 另外一邊也生了八九個 所以我們祖母平均是七點六個 我算過了 我的父母那一代平均是三點六個 我這一代呢 平均零點六個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 平均的生育數是多少 你們知道嗎 給我一個數字 Sorry 一啦 還不到一啦 台灣是大概一啦 台北市大概是 零零九多啦 所以呢 現在生育呢 變成一個 不太流行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看月經好了 一個女人的月經 像我祖母 這樣子生育了 懷孕了 十個月 然後呢 之後又哺乳 請問她一輩子的月經 有多少次 然後你在對照於 我們現在的女人 現在的女人 如果說像這樣生一個的話 她一輩子的月經 估計大概有將近四百多次 但是呢 我的祖母呢 一輩子的月經只有九十幾次 一百次 所以為什麼 假如我們學遺傳的說 一代是二十年 因為一代就可以 二十歲就可以產生後代 請問一代二十年 在兩代之間 也不過是四五十年之內 女人的月經的次數 竟然從四百多次 減少到只有 不 竟然從一百多次了 一百次左右 增加到了四百多次了 你不覺得這很驚人嗎 再我們來看看一個疾病好了 我記得我在你們當學生的時候 當時我們婦產科 有一個醫師叫陳安君的 他已經過世 也是各位的學長 台大醫科的 跟洪 洪啟人同班同學的 民國二十一年次的 當時他是馬屆婦產科主任 他來給我們上課的時候說 當時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在美國看到 開刀 看到一種病 叫做子宮內膜異味症 各位知道 如果子宮內膜異味症打開肚子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些像 Gum powder一樣的 像火藥混灑在這個腹腔裡面 有點黑黑一點點 有時候會跑到卵巢 有時候還會形成所謂的 什麼 巧克力囊腫 有沒有聽過 至少有點聽過 那這些病人常常會有幾個症狀 通常就是性交疼痛 筋痛 還有不太容易受孕 OK 好啦 子宮內膜異味症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精血逆流 所以呢 假如月經少的 像我祖母的那個時代 她們容易不容易發生這種毛病 她不容易 但是現在女人 一輩子有四百多次 所以呢 她很容易很容易就發生 我在念書的時候 告訴我們的疾病 包括告訴我們說 台灣最常見的女性的生殖器的疾病 疾病叫做什麼 摩命警察在做什麼的 子宮頸癌對不對 是的 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看到美國的婦科的癌症 第一個是什麼 子宮內膜癌 為什麼有這樣的不一樣呢 我們當時在念書的時候 認為乳癌是西方人的毛病 我們很少有乳癌 也不常見 但是各位 現在乳癌 是不是最常見的人 癌症之一了 台灣婦女 所以你看看 只有這麼短短的四五十年之內 疾病的形態改變這麼多 人有沒有改變 沒有 所以在常常有一句話叫做 Nature 或什麼 Nurture 所以Nature 就是到底是 自然是這樣子呢 還是是因為Nurture 當然是環境的 所以是先天的呢 還是後天的 各位思考一下 因為文化 因為社會的改變 疾病的形態 也隨之而改變 所以這種的案子 案例在我們的 臨床上面 在我們的行李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 OK 所以大概情況是 告訴各位 這個月經的次數 其實影響人很大的 健康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這幾年 我們在婦科的癌症裡面 有些看到 子宮內膜癌 Endometrial cancer 也慢慢在上升 子宮頸癌 跟美國一樣 也慢慢慢慢 過去的發展 也慢慢慢慢的減少 卵巢癌 也慢慢慢慢的增加 為什麼 很多時候 我們會告訴我們 因為荷爾蒙 因為周期的變化 在我們的乳房 都有一些所謂的 接受器 receptors 那麼在卵巢 你看不到的卵巢 也有很多的排卵 每一次排卵 就代表著卵巢上面 有一個疤痕 但是這些疤痕 在復原的時候 就好像增生 這很像癌症 不是嗎 只是它也被cell checked 但是一旦呢 沒有被check 很好 在cell level上面 它很容易就會 朝向癌症 那你如果說 一輩子只有排卵100次 跟一輩子排400次 你看看 它的卵巢 它的乳房 受到這些荷爾蒙的 這種刺激 分裂 刺激分裂 然後最後 out of control 變成cancer的機會 是不是變多了 這當然是一種scenario 一個theory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疾病的形態 其實是跟社會文化很多的關係 同樣的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環境也有很多的 所謂的環境核 各位都知道 像PCB 多利年本 在我們環境裡面 太多的化學物質了 所以這些proot到我們的河川裡面 有時候會使魚 也不一樣 公魚 母魚 他們的花生學上的 都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 進入這種食物鏈裡面 進入到我們女生 或是男生的體裡面 這些疾病的改變 也有很大的不一樣 好 這張圖其實是要告訴各位 雖然懷疑我記得我當醫生的時候 剛當婦產科組織醫師的時候 我學我的老師 每次如果驗了女人的尿 如果驗尿起來懷孕 我們都會跟別人說 恭喜恭喜 但是呢 我也跟各位一樣 我也是只學到皮毛而已 所以每次有一次 直到有一次 我也跟人家恭喜恭喜 在那麼忙的門診裡面 突然發現那女人 突然哭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講錯話了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還有觀念說 懷孕是一件喜事 所以我們走婦產科是因為 我們都喜歡喜氣洋洋 但是走過那麼多年以後 我發現原來白天 也有相對於晚上 所以簡單的講 對於女人來講 懷孕可不見得是一件 值得恭喜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回來講 一萬年前 我們的這個老祖母的演化的過程裡面 假如 我開個玩笑好了 知道自己排卵 當然也許是比較聰明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會閃避嘛 結果他得到的後代反而比較少 簡單的講 我們現在都是什麼 假如開個玩笑的話 說不定我們都是愚蠢祖母的後代 不是嗎 好 好這張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個有關的一個明信片 他判了一個宋子娘娘 所以要送給這位lady 這個lady拿起他的雨傘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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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簡單的說 生育對女人來講 在歷史上 我們常常講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常常有所謂的三波 所以第一波大概就是在19世紀到20世紀交接的時候 這個時候從什麼開始 因為當時的生產的生理學才剛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叫Marie Sanger 他是一個 在座有沒有護理系的 沒有 這護理系的前輩 他是生於1879年到 活到1966年 那麼他的情況是這樣子的 他家 他看到他的媽媽 他一輩子有18次懷孕 那麼生了11次 但是他媽媽在50幾歲的時候 就因為子宮頸癌 因為結合病而死 所以他覺得他媽媽的一輩子 你看在50幾歲的生涯裡面 就不斷的在生育 所以他覺得他媽媽是一個悲慘的生命 所以當他長大的時候 他的姐妹花錢讓他供給他去念護理學校 他畢業以後就開始 他的自願就是我要教導女人避免懷孕 所以所謂的生育控制就是從他開始的 後來他還辦了一個雜誌 這個叫做Women Rebel 然後後面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字叫 No Gods and Masters 簡單的講 在當時的紐約 你傳遞一些避孕的訊息 是違法的 各位你現在很難想像這種事情 但是那是千中萬確的 因為愛爾蘭 各位知道是一個天主教 宗教控制還滿嚴厲的地方 所以各位知道到現在即使是環蒂岡 各位知道環蒂岡對於生育有兩件事情 一種是什麼 不能多胎 一種是什麼 不能用保險套 Even today 即使是被用來要防止AIDS的情況 也是一樣的 可以想像在100年前 他的態度更是如此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們看起來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當時是相當的不容易 好 所以呢 Marie Sanger呢 他常常要抗拒這些事情 他也常常被法院給傳喚到法庭裡面去 說他做了不對的事情 因為他開了一個避孕的 或者說家庭計劃的一個名字 但是他不為手續 後來還棄保逃到歐洲去 但是他後來還是組織了 所謂的全球的家庭計劃的聯盟 那麼後來他跟一個朋友 叫McCovic 他是一個寡戶 但是他先生有錢 留了一些錢給他 他就資助下面這三個科學家 右邊叫John Rock 是一個哈佛大學的婦產科的醫師 中間那個是張仙爵的樣子 他是艾琳寶還有劍橋的一種 reproductive的一個 endocrinologist 也就是念混蜜的生物理學家 後來到美國去發展 這個是另外一個是 Gregory Pinkers 他也是一個荷爾蒙的先驅就是 所以他們一起努力 結果發明了避孕藥 所以避孕藥後來 這個藥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今年的幾月份的 我看一下 今年的 至少是七年中的 五月份的時代週刊 剛好今年它上面寫了什麼 各位可能 字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過告訴各位 五十年的週年慶 避孕藥 它是so small so powerful and so misunderstood 所以避孕藥 作為一個避孕的措施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女人在避孕的這項措施裡面 常常要靠男人的 所謂的 男人的 理性男人的選擇 問題是人很難理性不是嗎 所以 要靠男人配合 在臨床上面 要所有的避孕方式 都很困難 要算日子 隱藏性排卵如何算呢 要性交中斷法 正在快樂高潮的時候 叫男生撤罪也很困難 保險套呢 叫他戴他也不戴 女人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祖母 懷孕了11次 即使她還是受過教育的 在那個年代 是一樣的命運 所以女人只要一旦嫁人了 她的過程就是一路的生育了 所以就女性主義的第一波來講 在19世紀到20世紀接觸的時候 其實第一波主要就是 知道這些的生育的知識 避孕的常識 然後這些生育的主導錢 她可以控制的 那第二波的是在1960年代 那是社會的另外一個改變 也就是所謂的 墮胎的合法化 還有在法律的層面 提高女生的一個地位 包括遺產等等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階級 到了1960年代 到1990年代 另外一種 這個是墮胎的藥物 RU486 就是我們現在 在於早期懷孕 尤其是八九週以前的懷孕 現在一顆藥就解決了 我們不用再像過去一樣 一定要用醫生的手 現在只要一顆藥就解決了 同樣的 對於晚期的墮胎 尤其是在胎兒 現在的產前診斷 常常發生不正常的時候 也是用一顆藥物就可以了 所以 其實真的是 不可同志而言 我記得我剛當婦產科醫師的時候 我們當時要做營產的時候 尤其對於比如說比較大的 20歲的 20週的 懷孕四五個月的 當時的步驟是要怎麼步驟呢 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方法 主要就是要把子宮頸撐開 我們會放乾的海帶草 海草帶 放進去 放一隻不夠 放兩隻 放三隻 放四隻 放五隻 然後讓海草帶吸收了一些的 水混以後膨脹 然後把子宮頸打開 然後之後我們再放一個 一個東西到子宮槍裡面 打下一些陳列腺素 希望它收縮 有時候要放一兩天 兩三天 有時候還要把那個 加了一個磚頭在下面 加了一個重量在下面 撐著讓它 這樣有時候還不會成功 如果不會成功 當時有一種手術 非常常見的 就是去開刀 一個墮胎 現在聽起來有點匪夷 當然這個有時候還是必要的 但是呢 當時的女生 尤其對於像懷孕四個月 五個月的 常常肚子會留下一個傷口 這個叫Histerotomy 有時候我們會俗話叫做小溪 小溪的意思就是 嗯 因為我們叫婆物蟬 叫什麼 Cesarian section 就是婆物蟬 所以小的 在那個周數 我們就叫做小溪 所以 這個就是女人的命運 假如她這個懷孕是 她不要的 或者是不正常的胎兒的時候 或者是不方便懷孕的時候 她就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局面 所以 墮胎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這當然裡面有很多道德的爭議 那麼今天這個不是一個主題 不過因為人類歷史走過這麼長的路上 這個即使這本書 這個是Michigan大學的一個社會學家寫的 說當abortion是一個crime的時候 所以這個model 這個 這個 整個 醫學的歷史有關於 圍繞在墮胎歷史 是一個 很有趣的 而且也很辛酸的 一個過程 那裡面描述了很多的 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地方 很多的女生 都在所謂的backstreet的 一個practitioner 密醫 或者是藥局 那麼做這樣的手術 而這裡面導致的死亡率是非常 驚人的高 這個也是 這是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狀況 那麼 這是墮胎的法律 開始 開始 開始成立了 在西方國家裡面 主要是從英國是在1967年 通過的墮胎的和好化 十年 將近十年之後 好 在1973年 五年 大概五六年 1973年 美國高等法院 通過了所謂law versus weight 那麼他認為女人的權利 墮胎的權利 是在於 是徵修條款裡面 保障privacy的 一個隱私權的保護範圍裡面 所以就是墮胎的合法化 我們台灣呢 又在後面 到了1984年 才所謂的優生保健化 所以台灣已經墮胎合法化了 但是呢 在觀念裡面 但是很多的墮胎 有時候還是會遇到很多的障礙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麼這是另外一個 一個 Australia的一個 一個海報 你可以看到 假如我們男人 各位知道我們墮胎的法律裡面 有時候也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 譬如我們台灣的墮胎法律 1984年 通過了法律 我們1984年通過的時候 當時台灣 各位可能 不是那個時代的 有沒有聽過萬年國會啊 有沒有聽過 這個詞你們已經不習慣了 這個要歷史來前世的 其實當年的 台灣的立法院 是不用改選的 90%以上都不需要改選 都是大陸選出來的代表 那個我們叫萬年國 因為他們不用改選 所以國民黨只有開花給台灣地區 所謂台灣省的立法院的選舉 所以當時呢 90%以上 這些的立法院都是男的 所以當時通過的墮胎法律 它有非常多的 你可以知道 有大部分的男人所主導的 而不用改選的 這樣的華麗 所以它裡面有幾個 滿有趣的議題 也就是說 它的議題裡面 反映在墮胎 如果你因為 社會性理由 比如說你不想要的懷孕 或是不方便的懷孕 他說這個墮胎呢 要你配偶同意 我們現在再問一下 我們臨床有時候會遇到一個案例 假如這個懷孕 是一個外遇的呢 要不要先生同意 給各位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的懷孕常都站在一個男人的角度來看的 好 好 那麼這個是 Alan Guthers 是寫一個 是美國 John Hopkins的婦常科的主任 那麼他 講過幾句話 他說 除非能夠完全控制自己的生育是沒有女人能夠完全自由的 那麼嬰兒不可能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利 除非他的誕生是父母歡心所要的 好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另外一個片子好了 我們講到在生育裡面 我們剛剛講到一些的 一個 一個Jalously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剛講到為什麼說要講猴子 講這些Primatology 這些猴子的因素 其實是我們會經由一些的其他的比較的 的狀況 讓Primatology 就是其他研究其他人類的狀況 來看看我們自己 到底我們是怎麼樣的一個動物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各位看一下這就是所謂為什麼生產會這麼困難的原因 在右下部分 抬頭跟我剛剛說過了 就是這樣子 那你看看我們看看猴子他怎麼生產的 各位知道我們人類的生產 是面朝下的 但是你看看這個猴子的生產 猴子的生產呢 是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是人 那你要想像一下那個背是後面的 所以抬頭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們頭是面朝下的 簡單的講就是說 女人在生產的時候 她時間會經過很長 但是呢出來的抬頭呢 是往後面跑的 所以她很難去拉起來 我們看看猴子是怎麼樣的 猴子是臉朝上的 所以你看看猴子在樹上 當她要生產的時候 她可以自己就是猴子的母親 然後可以自己就抓起來 而那個抬頭的小猴子的臉 就可以馬上她接觸到她的乳房去吸奶 這就是很大的不一樣 雖然我們是這麼樣的相近 所以剛剛也是看到一下 這是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個鏡頭 她是往上朝下去的 這是另外一張的照片 左邊就是猩猩的黑猩猩的 你看看她的胎頭 跟黑黑的這個骨盆腔 她有很充裕的空間 簡單的講她的生育是容易的 我們人呢是在右邊 你可以看到 她必須要選擇這個胎頭 必須要選擇一個前後鏡 是最容易出來的 如果橫鏡她很難出來 所以你看看大家出來的時候 幾乎是巴巴巴啦 剛剛好很困難的生產 所以養成一個什麼習慣 這是人類學上所說的 我們的人類生產 在長久的歷史以來 我們常常 女性的生產 常常需要有人陪伴 因為有人陪伴的生產 這些的胎兒 才比較有機會存活 所以在長久的人類以來 這樣的生產 常常都需要有人陪伴 大部分都是家裡的女性成員 而不是男性成員 雖然這張照片顯示的是 一個父親 一個先生 在陪著她太太 你看她的生產 我們現在的生產 假如各位回去問問 你媽媽怎麼生你的 我們說不定還可以調查一下 在長各位三分之一以上 你覺得你的生 你知道你是婆物產的 請舉手 目前的婆物生產率33%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生產方式跟以前 有相當大的一個不一樣 那麼很多的婆物生產 現在的生產很多的人會抱怨說 我們的生產只有一種方式 也就是躺著的方式 所以要生產的時候 你回去問媽媽 她怎麼生你的 她是躺著的 這種躺著的生產 其實跟我們的生產方式 其實是不見得 因為它不好使力 所以這種生產方式 是給醫生方便使用的 簡單的說 現在的生產方式 是很像工廠一樣的 每個人一進來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需要 什麼樣的個性大家都進入工廠一樣 所以都一套著那樣的方式送給你 那傳統的這些 你要蹲著來 要跪著來 要趴著來 各種不同形式的生產 在現代的醫院裡面 都不被容許了 所以很多的情況 有一些在台灣 也有一些所謂的 一些社會學家 跟一些駐產學界 就會說 我們需要改革這樣的情況 但是改革在現行的醫療系統裡面 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它涉及的範圍也蠻複雜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現在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 好 好 那麼 很多的雜誌也會這麼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 台灣的女人 你為什麼不生氣呢 簡單來講 在這篇文章裡面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你去看門診的時候 你的旁邊 在診間裡面 都還有很多的女人 就像我早期在看門診的時候 當女人告訴你說 她哪裡不舒服 陰道不舒服 她還要顧左右而言 因為她實在是怕別人 聽到她這些 不太好意思的問題 更何況是要講她的一些隱私 或者性生活 或者等等 簡單的講說 我們即使到我們現在 在台灣的門診裡面 也常常都還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她的隱私很難困難 這個是我在太北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畫面 假如我們讓 有時候你到另外一個社會去 或者讀一些其他社會的書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增加一些想像力 告訴我們說 我們過去是怎麼過來的 那這個是在泰國 現在還是一樣 你看這是年輕的父母親 就像我的祖母那個年代一樣 她這麼年輕 說不定跟你們一樣的年紀而已 但是你看她已經 1 2 3 4 5 6 7個了 各位想一下看 你如果15 6歲就結婚了 你現在幾歲 至少也有20 你們可能還沒有 你們可能是 有沒有20 你們現在幾歲 19了 不過你至少也有一兩個吧 好 這張也是一樣 跟告訴各位就是說 這些的 剛剛講的一些 這個是Beverie Strussman 在Michigan做的研究 他是研究西輝馬里的東家族 一樣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女人的出經 跟現在也差很多了 在比較原始的部落裡面 他們的出經平均是16歲 各位在座的女生 你想想看或者你們家裡的 有姐妹的 現在的台灣的女人 平均的月經是幾歲 有時候12歲 有時候11歲 有時候甚至更早都有 小學五六年級 或者有時候四年級都有 還有比較誇張的 還有到三年級也有 所以都盡量因為營養的關係 她都往提前 但是在比較食物缺乏的 她就在往延後 所以有很大的差別 那麼16到20歲的話 每年平均的月經是只有7次 那麼20到30歲 每年平均的月經只有一次 所以可以知道 如果在生育年紀就很少 其實這就是反映我剛剛所說的 在比較過去或者原始的社會裡面 常常有這樣的現象 那麼科技的改變 這是另外一個狀況 這個在Lancet的文章裡面 也常常會提到叫做消失的印度女孩 各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是女嬰被選擇性的墮胎的意思 那麼在幾個社會裡面很常見 因為在自然的環境裡面 大概105比100 男生跟男嬰跟女嬰的比例 大概105比100 在自然環境裡面 你可以想像 因為男生也許折損率比較高 意外事件比較高 所以自然可能會有一種所謂的平衡 所以看起來在早期是105比100 但是到了15歲以後 這個比例就趨同了 因為男生折損了 因為意外折損了 所以自然有一種巧妙的平衡 但是呢 經由人為的選擇 不管是用過去 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現在有DNA的方法 或者用其他的生肢科技的情況底下 現在台灣的男女的比例是多少 根據衛生單位的統計是110比100 也就是多5個百分比 那中國大陸呢 在某些省份可以高到140比100 在某些城鎮 所以在東方文化裡面 有喜歡男生的一個傾向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個可能也很值得各位去想一下子 那麼有些女生的命運 當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們不會聽到這個問題 不過作為一個醫生 有時候為什麼我們的婦產科醫師 像我的老師 她沒遇過這樣子 不過很少在台灣很少 因為大部分的非洲的難民 不會跑到台灣來 但是呢她如果跑到歐洲 比如說索馬利亞 伊索比亞 埃及這些地方的 如果有一些的婦女 她移民到 不管是什麼原因移民到美國 或是移民到歐洲 那當然他們也會有一些看病的需要 比如說生產的需要 這個時候他們去看醫生 醫生會發現 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什麼現象 就是所謂的女性的割離 或者有人說女性割包皮 其實也不是 不是男生的 割包皮這樣的情況 女生的割離 基本上就是說 當女人到了青少女的時階 的階段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的文化 就會施行一種叫做 所謂的割離 就是female janitor mutilation 怎麼做 就是把小銀純割掉 把大銀純割掉 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然後把銀地割掉 然後只留一個小小的洞 讓精血出來 所以在某些的城鎮裡面 某些的鄉村地區 這還很盛行 所以台灣早期有很多人 就是拿著一把小刀 到各地方去幫豬 煙豬 有沒有聽過 耶 那在那個地方 也有一種角色的醫生 或者一種人 也不見得是醫生的 就是一種人 他也是拿著刀 然後到城鎮 看哪一個年紀的女生 到了家庭有這種需要 然後就給他說 沒什麼事 就讓他到家神帶著 稍微給他抓一下 綁一下 然後他們很迅速的 就把剛剛我說的那些 該切除的部分 就通通切除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種切除的過程裡面 是這個社會裡面 很蠻常見的一種 一種儀式就是了 那他的目的背景呢 我想各位可以想像 這個大部分都 如果不這樣 有時候還很困難 但是這種情況 在我們東方社會 有一種情況 其實也蠻相見的 你可以想到哪一種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聽過綁小腳 綁腳 裹小腳 有沒有聽過 裹小腳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看過我的曾祖母 他在傍晚的時候 他那個腳就是 他要整理他那個裹腳布 他要把它拆開 然後擦拭他的那個 已經變形的腳 然後拆完了以後呢 然後再把它綁起來 要整理那個腳 但是在當時的台灣的泯然 那客家人不會的 因為各位在日據時代時候 日本人禁止了台灣這一項的風俗了 那麼在屬於閩南系統的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的過程 同樣的這個 女性的隔離 在我們東方也是一樣 但是這個時候 是當時他們的道德 因為假如你沒有這樣 那樣的女生 或是這樣的小孩 也許不太容易嫁給一個好的 家庭吧 也許是這樣子 所以文化其實是有相對的 道德也有相對的 所以我們也不是不要看到其他的文明 其他的國家用這樣的形式 或其他的文化用這樣的形式 那我們回頭來看 也許跟你們不一樣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是親眼看到我的真祖母這樣 所以我們的時代也沒有很遠 假如各位想像力夠高的話 你可以想像 同樣的有一種情況叫做 榮譽Killing 榮譽殺 這OwnerKilling 其實全世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 每年大概也有五千多人 這主要的發生在中東 回教世界 包括約旦 夜門 巴基斯坦 還有很多地方的國家 這個是什麼意義 就是說家庭的男性的成員 可以因為女性的成員 不接受他的安排的婚姻 是很常見的 或者是說他交任男朋友 或者他自由戀愛 或者他做的任何的事情 他覺得有 妨害他們宗族的榮譽的時候 他就可以以榮譽之名 殺死那個女生 而不會被當地的華麗所追究 這個叫做OwnerKilling 有沒有聽過這個的 有沒有聽過的 有人聽過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那時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家暴好了 家暴也是很常見的 最近呢 我們台灣也很理智 就是一個立法委員 當時也是很年輕的 所以 這個都很常見的 我們 引一下我們台灣的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一個報告 他說每年遭受 丈夫施暴的女性 超過13% 估計有65萬人 這些常常都沒有被報告出來的 好 Sex and War 這個也是告訴各位的 我剛剛會回到 我們今天上的課 剛開始的時候 講到男性的荷爾蒙的問題 戰爭通常都是男人滑起的 這一張畫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畫國的一個 Davy一個畫家畫的 是兩軍在交戰的時候 那麼女生還有小孩 當然也是suffering 但是他也從中間嘗試的努力 要來化解這些所謂男人之間的一個戰爭 所以男人基本上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可以想想看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compete 我們必須要爭取土地 但是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會把它reduct 把它化約為其實是爭取能源 然後呢 當然是為了要compete for women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些 再回來看一下 這些所謂的男性的一些心理的情況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圖畫 這個圖畫其實是一個Simon Sharma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一個歷史學家 他形容一個Bellini 一個意大利的一個雕塑家 在這一段故事裡面 因為他沒有懷疑 所以我因為有點困難 YouTube上面有這種困擾 他這個雕塑被號稱是歐洲最美麗的 當時是那個Bellini雕塑家的一個情婦 你看他的雕塑 他說他的嘴唇像Rosebot一樣的 但是呢 他當然是 本來這個女人是他的建築事務所裡面的一個人的太太 然後他變成他的情婦 然後呢 他這個女生 後來他發現他又跟他的弟弟在一起 那他因為jealousy 然後他做出來 在這篇影片裡面陳述的 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次要做的是 Bernini was reliving his caresses with his chisel the falling away of the blouse perhaps the single sexiest invitation in all European sculpture There's something else unique about this sculpture It's the celebration of a spitfire Costanza Barnarelli may have been the wife of a lowly assistant sculptor but she came from a proud old family the picolomini So her jaw is firm The rosebud mouth is in the act of speaking and not deferentially Everything that was supposed to define womanhood demur, chaste serenity is junked for Costanza She's a wild thing And the sculptor is hooked on her temper But it's not Costanza's temper that would end up undoing Bonini It was his own Despite all the genteel charm Bonini was known to have a low boiling point Underneath all those social greases Was the bloodthirsty temper of a Neapolitan gangster And in one unbelievably shocking episode He lets it rip It started with a rumour Costanza, it's whispered, was not so constant after all Seems she has a thing about the Bonini boys Since she's sleeping Not just with Gian Lorenzo But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Luigi Luigi Bernini di Pietro Bernini Buon scultore, ottimo architetto, eccellente matematico Oh, it's hard to believe I know that anyone would want to get their hands on anyone except Mr. Fabulous himself But could the rumours be true? You can see that a man's嫉妒 in the heart of a man's heart The trap is set that evening Costanza says briefly how he has to go off to the country the next day So he won't be in town But he doesn't go into the country, does he? Instead, early next morning he goes to Costanza's house and waits Luigi emerges, so does Costanza That swelling breast Bernini had lovingly carved Flattened against Luigi's chest in a passionate embrace There's a chase through the streets Across the piazzas, over the bridges, right into St. Peter's itself Where its official architect does his best to murder his own brother Gian Lorenzo grabs an iron bar and smashes it against Luigi's body, breaking two ribs He's famous as a miracle worker This time the miracle is that he hasn't killed his own brother It takes a message from their mother to the papal cops to separate them And that's not the end of it That afternoon, Gian Lorenzo sends a servant to Costanza's house He doesn't cut her throat Instead, he slashes her perfect face to ribbons So the man, who has cut stone to create beauty, has cut flesh to destroy it And what do you suppose is Bernini's punishment for grievous bodily harm and attempted murder? Oh, a really stiff sentence A three thousand scudi fine Except that his pal the pope waves it Okay, so this is what you can see 男性的暴力跟女性的暴力有相當大的不一樣 各位如果當醫生你想像力夠的話 這些暴力呢 到最後都送到醫院來了 所以在我們的Oster在講說 你在治療一個人的疾病的時候 他說好的醫生是治療病 但是偉大的醫生是治療有病的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會碰到這些後面的因素 包括我今天舉的例子 今天在台大開刀的 把小孩子自己的小孩子丟到冰箱裡面造成腦出血 邱小妹的爸爸也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更常見的會把自己的小孩子 很多的時候如果一個女人生了一個小孩子 然後男人跑掉了 然後他又跟著另外一個男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危險因子就加高了 因為後來的男人要會磨殺那個小孩子的機會就很高了 如果各位以後要當小兒科醫生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評估這些所謂Risk Factor風險 同樣的這些裡面我們都可以從這樣的研究 或者在其他的原來的研究都可以看得出來 好 我們講一點這個是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個 一個可愛的情況 好 那麼這個是一個Helen Fisher Helen Fisher是一個 剛剛等一下這個講的這個作者 那麼這個作者他其實他是一個人類學家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Anetomy of love 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愛 然後解剖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 我們的會mating 我們為什麼會結婚 我們為什麼會離婚 那我們為什麼會 所謂的外遇劈腿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這個研究 這本書在臺灣有歡迎的 那麼他是 他是反對他的研究方式的 Henry Fisher 這個也有歡迎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I and my colleagues Art Aaron and Lucy Brown and others I have put 37 people who are madly in love into a functional MRI brain scanner 17 who are happily in love 15 who had just been dumped and we're just starting our third experiment studying people who report that they're still in love um after 10 to 25 years of marriage So this is the short story of that research In the jungles of Guatemala in Tikal stands a temple It was built by the grandest Sun King of the grandest city state of the grandest civilization of the Americas the Mayas His name was Casa Canchawe He stood over six feet tall He lived into his eighties and he was buried beneath this monument in 720 A.D. And Mayan inscriptions proclaim that he was deeply in love with his wife So he built a temple in her honor facing his And every spring and autumn Exactly at the equinox The sun rises behind his temple And perfectly bathes her temple with his shadow And as the sun sets behind her temple in the afternoon It perfectly bathes his temple with her shadow After 1300 years These two lovers still touch and kiss from their tomb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love They sing for love They dance for love They compose poems and stories about love They tell myths and legends about love They pine for love They live for love They kill for love And they die for love As Walt Whitman once said He said, oh, I would stake all for you Anthropologists have found evidence of romantic love in 170 societies They've never found a society that did not have it But love isn't always a happy experience In on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y asked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love But the two that stood out to me the most were Have you ever been rejected by somebody who you really loved?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was Have you ever dumped somebody who really loved you? And almost 95% of both men and women said yes to both Almost nobody gets out of love alive So before I start telling you about the brain I want to read for you what I think is the most powerful love poem on earth There's other love poems that are, of course, just as good But I don't think this one can be surpassed It was told by an anonymous Kwakiutal Indian of southern Alaska To a missionary in 1896 Here it is I've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before Fire runs through my body with the pain of loving you Pain runs through my body with the fires of my love for you Pain like a boil about to burst with my love for you Consumed by fire with my love for you I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me I am thinking of your love for me I am torn by your love for me Pain and more pain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my love? I am told you will go from here I am told you will leave me here My body is numb with grief Remember what I said, my love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Emily Dickinson once wrote Parting is all we need to know of hell How many people have suffered In all the millions of years of human evolution? How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dancing with elation at this very minute? Romantic love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sensations on earth So several years ago I decided to look into the brain And study this madness Our first study of people who are happily loved Has been widely publicized So I'm only going to say a very little about it We found activity in a tiny little factory Near the base of the brain Called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We found activity in some cells called the A10 cells Cells that actually make dopamine a natural stimulant And spray it to many brain regions Indeed this part, the VTA Is part of the brain's reward system It's way below your cognitive thinking process It's below your emotions It's part of what we call the reptilian core of the brain Associated with wanting With motivation With focus And with craving In fact, the same brain region where we found activity Becomes active also when you feel the rush of cocaine But romantic love is much more than a cocaine high At least you come down from cocaine Romantic love is an obsession It possesses you You lose your sense of self You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another human being Somebody is camping in your head As an 8th century Japanese poet said My longing had no time when it ceases Wild is love And the obsession can get worse when you've been rejected So, right now, Lucy Brown and I The neuroscientist on our project Are looking at the data of the people who We put into the machine after they had just been dumped It was very difficult actually putting these people in the machine Because they were in such bad shape And, so anyway, we found activity in three brain regions We found activity in a brain region Exactly the same brain region associated with intense romantic love What a bad deal You know, when you've been dumped The one thing you love to do is just forget about this human being And then go on with your life But no, you just love them harder As the poet Terence, the Roman poet once said He said, the less my hope, the hotter my love And indeed, we now know why Two thousand years later, we can explain this in the brain That brain system, the reward system for wanting For motivation, for craving, for focus Becomes more active when you can't get what you want In this case, life's greatest prize Unappropriate mating partner We found activity in other brain regions also In a brain region associated with calculating gains and losses You know, you're lying there, you're looking at the picture You're in this machine You're calculating, you know, what went wrong How, how, you know, what have I lost As a matter of fact, Lucy and I have a little joke about this It comes from a David Mamet play And there's two con artists in the play And the woman is conning the man And the man looks at the woman and says Oh, you're a bad pony I'm not gonna bet on you And indeed, it's this brain, part of the brain The core of the nucleus accumbens actually, that's becoming active as you're measuring your gains and losses It's also the brain region that becomes active when you're willing to take enormous risks for huge gains and huge losses Last but not least, we found activity in the brain region associated with deep attachment to another individual No wonder people suffer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have so many crimes of passion When you've been rejected in love Not only are you engulfed with feelings of romantic love But you're feeling deep attachment to this individual Moreover, this brain circuit for reward is working And you're feeling intense energy, intense focus, intense motiv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risk it all to win life's greatest prize So what have I learned from this experiment that I would like to tell the world Foremost, I've come to think that romantic love is a drive A basic mating drive Not the sex drive, the sex drive gets you out there looking for a whole range of partners Romantic love enables you to focus your mating energy on just one at a time Conserve your mating energy And start the mating process with a single individual I think of all the poetry that I've read about romantic love What sums it up best is something that is said by Plato over 2000 years ago He said, the God of love lives in the state of need It is a need It is an urge It is a homeostatic imbalance Like hunger and thirst,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amp out I've also come to believe that romantic love is an addiction A perfectly wonderful addiction when it's going well And a perfectly horrible addiction when it's going poorly And indeed it has al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addiction You focus on the person You obsessively think about them You crave them You distort reality Your willingness to take enormous risks to win this person And it's got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ddiction Tolerance, you need to se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Withdrawals, and last but not relapse I've got a girlfriend who's just getting over a terrible love affair It's been about eight months She's beginning to feel better And she was driving along in her car the other day And suddenly she heard a song on the car radio That reminded her of this man And she not only did the instant craving come back But she had to pull over the road From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cry So one thing I would like the medical community And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even the college community To see if they can understand That indeed romantic love is one of the most addictive substances on earth I would also lik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animals love There's not an animal on this planet That'll copulate with anything that comes along Too old, too young, too scruffy, too stupid And they won't do it Unless you're stuck in a laboratory cage You know, if you spend your entire life in a little box You're not going to be as picky about who you have sex with But I've looked in a hundred species And everywhere in the wild animals have favorites As a matter of fact, ethologists know this There's over eight words for what they call animal favoritism Selective proceptivity Mate choice, female choice, sexual choice And indeed there are now three academic articles In which they've looked at this attraction Which may only last for a second But it's a definite attraction And it's either the same brain region This reward system Or the chemicals of that reward system are involved In fact, I think animal attraction can be instant You can see an elephant instantly go for another elephant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origins Of what you and I call love at first sight People have often asked me Whether what I know about love has spoiled it for me And I'll just simply say hardly You can know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In a piece of chocolate cake And then when you sit down and eat that cake You can still feel that joy And certainly I make all the same mistakes Everybody else does too But it's really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And compassion really for all human life As a matter of fact, in New York I often catch myself looking in baby carriages And feeling a little sorry for the top And in fact, sometimes I feel a little sorry for the chicken on my dinner plate When I think of how intense this brain system is Our newest experiment is Been hatched by my colleague Art Aaron Putting people who are reporting that they are still in love In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into the functional MRI We've put the five people in so far And indeed, we found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ey're not lying They basically The brain areas associated with intense romantic love Still become active 25 years later There are still man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and Asked about romantic love The question that I'm working on right this minute And I'm only going to say it for a second and then end Is why do you fall in love with one person rather than another The reason I never would have even thought to think of this But Match.com, the internet dating site Came to me three years ago and asked me that question And I said, I don't know I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brain when you do become in love But I don't know why you fall in love with one person rather than another And so I've spent the last three years on this And there's many reasons that you fall in love with one person rather than another That psychologists can tell you And we tend to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from the sam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The same general level of intelligence The same general level of good looks The same religious values Your childhood certainly plays a role but nobody knows how And that's about it That's all they know They've never found the way two personalities fit together To make a good relationship So it began to occur to me That maybe your biology pulls you towards some people rather than another And I have concocted a questionnaire To see to what degree You express dopamine, serotonin, estrogen, and testosterone I think we've evolved four very broad personality types Associated with the ratios of these four chemicals in the brain And on this dating site that I've created called chemistry.com I ask you first a series of questions to see To what degree you express these chemicals And I'm watching who chooses who to love And 3.7 million people have taken the questionnaire in America About 600,000 people have taken it in 33 other countries I'm putting the data together now And at some point There will always be magic to love But I think I will come closer to understanding Why it is you can walk into a room And everybody is from your background Your same general level of intelligence Your same general level of good looks And you don't feel pulled towards all of them I think there's biology to that I think we're going to end up in the next few years To understand all kinds of brain mechanisms That pull us to one person rather than another So I will close with this Oh, these are my older people Faulkner once said The past is not dead It's not even the past Indeed we carry a lot of luggage From our yesteryear in the human brain And so there's one thing that makes me Pursue my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this reminds me of it These are two women Women tend to get intimacy differently than men do Women get intimacy from face to face talking We swivel towards each other We do what we call the anchoring gaze And we talk This is intimacy to women I think it comes from millions of years Of holding that baby in front of your face Cajoling it Reprimanding it Educating it with words Men tend to get intimacy from side by side Doing As soon as one guy looks up The other guy will look away I think it comes from millions of years Of standing behind that bush Sitting behind the bush Looking straight ahead Trying to hit that buffalo in the head with a rock I think for millions of years Men faced their enemies They sat side by side with friends So my final statement is Love is in us It'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rain Our challenge i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ank you 我記得有一個John Snow 他是在英國在二十次地大戰的時候 他是主管英國的情報工作的 就是用科學工作的 他一方面要偵測德國的 所謂的這些密碼 或者是偵測北海集成英國補給船艦的潛水艇 他在宴會裡面常常說 在學科裡面有兩種人 在宴會裡面 在派對裡面 學自然科學的都在一邊 另外一邊就是學人文科學 就是學人文社會人文 像歷史 像什麼政治 華麗等等 當在宴會裡面 這兩群人是不會close talk 不會講話的 但是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third culture 第三種文化 簡單的講就是說學科學的 他開始要來 知道另外一個領域的 尤其是社會人文領域的 同樣社會人文領域的 也開始要來知道 所謂biology words在搞什麼 這就是我們醫學人文 想要傳遞給各位的訊息 像這一位他是人類學家 但是他用function MRI 是科學的跟neuroscience的科學家合作 來探討這種所謂I desire evolution 等的訊息 最後我要用一段影片 來告訴各位的 我今天的課程也許不能帶給各位 將來形意什麼 但是對人生其實是最基本的重要 空到我無止說 食色性也其實我們大部分 survive的原因是為了這兩項 各位已經在台灣最好的大學裡面 當然已經站到了一個好的位置 但是呢 這只是買了一張入門票而已 你可能還需要其他的 有時候我們必須即使是要學習 其他的一個小動物 我等一下要給你看一種動物 他怎麼求偶的 也許你們會買到一張好的門票 但是這還不夠的 我們看看這一隻動物 這個人是叫Debby Attenborough 是英國的主導 你看看這個動物 然後呢 而且什麼驚喜的 是 是一種的美景 的世界 這盤有完全被鑽在 完全被鑽在 那裡的鑽在 這裏是一種石頭的鑽在 其中的鑽在 它們的鑽在 下一個大小地上 有兩種小的鑽在 去支撥 有一個大小的鑽在 這整個鑽在 五六個鑽在 一個鑽在 或者各種鑽在 或各種鑽在 哪一種鑽在 這面的鑽在 有在黑的鑽在 黑的鑽在 森上 here is the lawn neatly planted with moss and on it the shiny wing covers of beetles there are orange fruit there are these glowing orange dead leaves these are the acorns of the oak trees the tropical oaks which are common around here behind me there are black fruits all of which has been bought specially by the bird power birds are so dedicated to their work that even if you sit out in the open beside the bower they will often continue to work provided you sit absolutely still this Vogelkopf power bird is the plainest of his family with no sign whatever of a crest but the more spectacular the display in your bower presumably the less need you have to impress your mate with bright feathers and it'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more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than this but they do have to be properly arranged show them off really well flowers whenever they appear in the forest have an obvious appeal to a bird who has a passion for from one point of view these adornments are better than feathers individual birds of paradise have no option over the shape and color of their plumes they have to display with what their genes have given in them bower birds however can choose if a male decides that he stands a better chance of seducing a female with pink rather than blue well then he can decorate his bower that way so it's the tastes and fancies of the females single mothers who have no need of their help of the male in bringing up their families that has led to these extravagant exhibi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bower bird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irds of paradise both families have reacted in remarkably similar ways to the asset they share the huge richness of this forest 所以這個自然界裡面有一些規律的所以我剛剛說各位也許在這樣一個好的大學裡面 男生也許已經蓋了像Bower Bird這樣的一個好的蓋子但是這還是不夠的要吸引女人來到裡面 或者你的Mating的對象你可能還要花很多的功力去蒐集很多的東西 女生呢也是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女生呢也是另外一個角色的 那麼這都會改變了我們未來的世界 所以我今天的課程其實也許不會在你們的 medical career裡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很重大的impact說不定 但是對於各位將來的life這就是可能會有一些的 假如你可以注意到這一些的隱喻的聯想的話 我想對各位的將來多多少少可能會有一些人幫助 那麼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不然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 好那你想一下這個問題不過我簡單的回答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 這三個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複雜的 你的問題都很困難的 那我也大部分都通知你的有關於包括Helen Fisher的這個 他可以去找他的研究因為他出了非常多本的書 那麼是有興趣的這個是可以從他的書裡面得到一些的見解 那你可以上網看他的Helen Fisher 他這個是很出名的學者 第二個就是你講的那個男性暴力 這我也同意這樣你的看法這樣的分析 那麼很多的研究也指出也有這樣的 不要從只有生物層面的當然也有一些文化的 當女人如果像亞馬遜人 女生的一樣那些在亞馬遜 當然是傳說中的就是亞馬遜女生的時候 他說不定也是很powerful 說不定也是凌駕在男人之上的 這個我們也看過很多的例子 那當然我也可以提供你一些的在一些資料 或是說不定你自己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有關的 這方面的 male violence female violence之間 我剛剛今天看了一個YouTube那個 其實也是在某方面在做這樣的一個balance 就像我們說single parents 單親 我們常常都只看到單親的媽媽 但是也有很多的單親的父親 目前也遭遇到困境 說不定還更大 因為社會認為就像我們看到剛剛在打架的時候 我們不論不會有事啊 女人打男人 我想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常常有的一些所謂gender的一個stereotype 那第三個問題當然這個是 又是一個也是複雜的問題 那麼在臨床上面也常常遇到 像這樣因為複雜的問題 當一個女人來說她的 比如說要做 她的胎兒到底血型什麼 其實有時候意味著就是說 她對誰讓她懷孕的 不是很那麼樣的清楚 所以當醫生的時候 其實對於一些的婦女 或者這種情況她用的語言 我們要有那種敏感度 就像雷達一樣 可以偵測到那些細微的東西 那麼 所以這個是複雜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還是用通訊來做一個 繼續的溝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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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